我也有心許了 你說我嗎? 對啊 你只能許連莊跟不連莊 待會我還沒封死 沒有你只能許連莊跟不連莊 我已經許了 不行 沒痛 你超出他的能力放棄 我已經許了 封死你 神龍沒有要答應你撞 我感覺我的願望快達成 好 好 解 怎麼會是這一隻 解了 怎麼會是這一隻 太認真了吧 可以了可以 認真的考試牛 好慘 走 失落 回頭 謝謝震撼的超級留言 謝謝 感謝 這個預言沒有問題的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 是手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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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我會打嗎? 方方 我以為不會 我會 摸到的 我本來也沒有要打 摸到的 你可不可以標誌嗎? 不可以 那不然狐狸也可以 我沒有意見 反正狐狸也是臉 找一個最便宜的 這應該不要 判鎖 進 做給你 判鎖 哇 好多 很難 不要摸了 拜託 還有這麼多張牌可以摸 你叫我不要摸 沒有 兩手 一手 怎麼躲 剩一手 這摸牌可以放放服裝 期待 期待 小白問說 請問假如我連裝其中一家想二碰 假如我上家打三鎖 我假裝要摸牌撈三鎖起來 要吃牌就對家喊碰這個情形 可以給他碰嗎?反過來 假如我上家打三鎖 碰牌之後把牌放好 下家才說 胡牌醬可以胡嗎? 有些場是有玩有假溜 假溜就是你手假裝去摸牌 在這個過程中他都沒有喊碰 那你再回來吃牌的時候他就已經不能碰 就是你假溜成功 那有些場是碰最大 這個就講好就可以了 其實跟你有沒有連裝沒有關係 好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在下一次的影片拍解告訴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